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而10号的下午台东县政府和台东各个社福团体合作 在台东市区办理了一场只要爱暴力不在的公益园游会 县府社会处表示现在接近暑假 暴力案件也会跟着增加 希望透过这一次园游会 在各个摊位都有表示反暴力的标语宣导 希望能够建立民众对暴力的正确观念 避免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 今天下午台东市区相当热闹 由台东县政府与台东各个社福团体 共同合作所举办的只要爱暴力不在的公益园游会 利用志工在台上表演反暴力状况剧 以及带动跳让民众更明白反暴力的重要性 伤害拥抱真情拒绝伤害 守护笑容幸福为了 因为每年的每年的暑假 暑假就是夏天的时候 家庭暴力的事件就相对的会比较多 那各位知道吗 就是在台湾 在台湾 我们一年的那个家庭暴力事件 大概全国大概 有11万7500件左右 那这当中呢 那个所谓的亲密关系的暴力行为 就是你的配偶统居人 这样的暴力行为的话 这样的比例非常高 将近有五万六万四千件 也就是有五乘五的家庭暴力事件 是来自于夫妻 那不然就是同居人的暴力行为 这个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说造成 整个那个家庭的那个关系都非常紧张 社务团体来做那个公益的义卖 还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 他们自己很精心制作的产品 要来在这边展现给各位 那我也欢迎各位 多到等等到我们的 多到我们的餐位 来帮我们参观 帮我们支持一下 而丹顿台东社会福利联盟理事长的 议员洪中凯特别说到了 今天举办是第四年 举办的最主要原因是想让民众 了解各个社福团体所服务的项目 并将所摸到的款项 全数捡给需要的社福机构 首先要感谢我们台东县社会主委 在今年来愿意跟我们台东县社会福利联盟 还有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一起来共同主办这个 只要爱暴力不在的这样一个反家暴的活动 那过去呢 我们台东县社福联盟 在每一年的五六月份 都会来举办这个公益园游会 那我们的社福联盟有33个社福团体 每一年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让我们的社福团体能够一起共同走出户外 让更多民众知道这些社福团体在做哪些服务案件 怎样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同时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园游会 来募集一些经费 帮助我们的社福团体 所以每一年都会来举办 那今年呢 在我们社会处的一个协助之下 做了一个结合 同时呢 能够举办我们的公益园游会 同时又能够宣导这个反暴力的一个主题 所以呢 很感谢社会处 还有我们所有社福团体共同来参与 更感谢我们广大的市民 大家共同来帮我们买这个园游券 到现场来向非帮助我们的这些社福团体 感谢大家 而在未来也会一直举办公益园游会 也期许有更多的社福机构可以一起加入 藉由园游会建立出民众对暴力的正确观念 记者蔡丞翰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